其實應該已經有兩個月了吧 很多人都有這種類似的問題 發現家裡的螞蟻非常多喔 這樣小小的一群一群出來 然後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在桌上爬在你的這個臉盆上面走喔 那真的是很討人厭 有什麼方法可以驅趕家裡的螞蟻呢 難道是真的沒有打掃乾淨 有什麼餅乾穴到處跑 所以這個螞蟻才會成群結隊的出來呢 是老房子才會這樣子嗎 還是說新房子在最近也有這種情況呢 我們口號小天使呢 最近在我們的留言信箱裡面 得到好多類似的問題 都是在問這個螞蟻的問題喔 那還有一位聽眾朋友們想要問的是蚊子喔 他說他的後院蚊子非常多 他也想知道怎麼樣來驅蚊喔 關於這一種螞蚊啊蚊子啊 家裡可以見得到這些小蟲蟲 大家真的是覺得還挺煩惱的 應該怎麼解決呢 我們口號小天使好不容易用了八人大叫 今天為大家有請出來的 是我們的白蚊專家 為大家有請的是我們的趙村民趙專家 哈囉趙村民先生你好 哈囉你好 螞蚊怎麼辦啊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解決方法 最近這段時間南加州雨水比較多 所以螞蚊它那個潮濕的氣候 會讓它往家裡跑 另外一個呢就是家裡要保持清潔 不要放太多東西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注意清潔不要留下太多食物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找專業的人員來幫您 進行一個專業的清除物 如果自己要清除的話也可以 就去紅利口去買一些殺蟲的藥 多噴幾次改變防止周備的環境 那慢慢的那個蚊也會變少的 哇OK所以如果是家裡這個要清潔乾淨的話 現在是不是有賣很多天然的這種清潔用具啊 我們不用說用到很高毒性的這種 家裡有長輩有小孩有寵物的會比較危險的 我們選擇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這些成分 我們要注意的 紅利口售賣的殺蟲的那個藥 基本上是對人它的毒性是比較小 對人體是沒有沒有什麼傷害的 不要儲存的時候放在安全地方 不要讓小孩子碰到就好了 我是不推薦用藥品的藥品 因為藥品的藥品一定是效果不大 而且對人也並不是沒有傷害 哦所以他說所謂的有機有機 那其實有機做出來的可能效果不好之外 傷害性也沒有比較弱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講一講 這個以前我們知道那個白藝都要包起來有沒有 在裡面噴噴噴人都是要走開的 那如果我們要清除螞蟻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簡單多 不需要到這麼嚴重 要全家消毒 對螞蟻殺白藝的方法跟螞蟻是完全不一樣的 螞蟻不需要包起來 包起來也沒有用 因為螞蟻的窩有可能是在室外 所以你不可能你徹底把它清除 你只能切斷它進入家裡的路徑 然後改變家裡的環境 讓它找不到吃的 那它慢慢的就會少了 哦OKOK 那他剛剛講到的這個蚊子呢 因為後屋有很多的這個後院的蚊子飛來飛去 蚊子的東西我們有辦法讓它減少嗎 如果用噴藥的方式有解決的方法嗎 噴藥的方式可以 你就找到家裡後院有水源 有些有積水啊 或者是水管是不是有漏水啊 你看家裡後院什麼地方比較潮濕 蚊子通常它就在有潮濕有積水的地方繁殖 那你噴一些藥效果會馬上改變 那要長期保持說家裡沒有蚊子的狀況的話 最好是保持後院的乾燥 哦要乾燥越乾燥越好 所以前一陣子都下雨下成這樣子 所以可能家裡很多角落有積水 它自己沒有注意到 這個時候只能巡邏了 看它哪裡有積水趕快倒掉 就只能這樣子了嗎是不是 我們南加州下雨應該比較少 所以家裡後院有蚊子 大多數情況可能是你後院有一些水管 埋在廚藥裡面水管在漏水你一定不知道 所以你要多注意一下 時常去自己的後院去看一下 或者看看這些水費 當然是不是那個水費會特別高 我們平常不一樣了 你就要留意了 哇好的好的 所以螞蚊啊蚊子這個東西 也只能保持家裡東西越少越乾燥 越清潔越好 因為它可能都是從戶外鑽進來的嘛 也不是說我們這個裡面真的能夠做到多少東西 那如果真的很嚴重 讓你真的很煩惱的話 一定要找專業的人來做清潔 才能確保乾乾淨淨之外 對人體也完全沒有傷害喔 再次謝謝我們的白蚁專家 我們的趙春明趙先生 謝謝你的拔刀相助為我們解答 謝謝 不客氣謝謝